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叉 今天呢 又到了这个装身份的时间了 给大家带来两块装身份录像 这个第一排装身份啊 基本上可以说装的是无死角 第二排呢 我就不剧透了 第二排是各种影帝啊 咱们先看第一局比赛 主视角玩家叫 哎呦 这个字还看不清 一会儿应该是武将出来以后可以看啊 孙权主攻 比刚烈还刚烈 好吧 出身在六号位的反围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最好的选将啊 只有一个啊 高顺啊 其他武将都是吃距离的武将 打不到孙权 没有意义啊 所以这里面只有唯一解高顺啊 然后他选择了换将 换了一个看看没有什么好的 其实选高顺就可以啊 六号位选高顺反贼非常的好啊 主视角玩家叫天下断秀 七八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先看一下场上的选将啊 呃 远位的诸葛克可以标一个忠诚 嗯 八号位的张合比较偏重 但是也可以当反贼 剩下的武将 灵统是比较偏反的 偏反内的 左词寒当曹植就不太好说 看一下 比赛过程 手里有一个大点 两张杀一个桃 这个牌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对于高顺来说闪什么的没什么必要啊 主攻上来只制衡掉一张闪电 然后挂了让八开万剑 大家注意个细节啊 这个呃 左词亮了尖熊 但是他并没有吸啊 这肯定是个反贼啊 最多就要是个内剑 如果是忠诚绝对无脑吸这个万剑啊 因为AOE是打击反贼最好的利器啊 孙权就直接过了 这个杖八挂的有点没必要啊 真的是 这个杖八挂的很没必要 手牌没有溢出 而且也没有布燕师和鲁素这种武将 完全没必要挂 看刀背接走了吧 领导跳反 直接对主攻一顿稿 然后统一道 然后这个鲁素啊 左词亮了一个鲁素啊 我刚说没有鲁素 然后左词就打脸啊 有一个陶桑还有一个鲁素 当然这种 嗯 左词有化身鲁素这种情况 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 那咱们就不多谈了 他没有修AOE 可能跳了也跳了一个反贼 直接把这个领导的孙权撸掉 然后远位的寒刀也跳了一个反贼 拆了孙权一下 继续过拆 嗯 那个功绩的拆是无法无险可击的 然后这个普通过拆 那肯定是可以无险可击啊 把中间扒光一杀 啊那现在场上身份就明了 从主视角来看啊 现在都是忠臣 对吧 当然诸葛克和陶哲利 可能有个内奸 看一下诸葛克 能不能起距离 他如果起距离的话 肯定会去打明反 因为后面的话武将 外武将的话 有两个忠臣 对于诸葛克来说 他起了一个距离 直接打这个寒刀 杀一刀 寒刀这个肯定要闪啊 不闪的话就要被拍了 到主视角来 我还是暂停一下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出啊 很明显贴了一个曹职 还有个张盒 又是咱们经常见到六号位影 地位啊 这个时候要装身份 要装怎么装啊 要装一定要装的特别特别像 拼谁 拼灵筒 或者拼寒当 都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 拼灵筒 拼寒当 拼灵筒的话就是 限制灵筒发动旋风 拼寒当的话就是装作要秒寒当那样 真的是拼谁都可以装 当然你也不要用这个 就用这张闪去拼 这是最好最好的 这张闪是一张实角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然后还不暴露你其他的牌 对吧 用一张中等点 然后灵筒呢 继续拼灵筒 灵筒还打出一个大k 就给顶了回去 非常好啊 影地位 那就看操职 对不对 张盒下手啊 果断一刀捅了下去 嗯 然后比较幸运的是这个操职手里 努力把 AK47 那这个张盒就 张盒这个时候就是 真的是有话 有苦也没得说啊 而且在他心里 他可能还会觉得曹植是反的 因为假如曹植是反 他也看见前面三番一跳 对吧 呃 他去打这个张盒也也没问题 这个张盒是非常非常的郁闷 这个装身份 其实说实话还真的挺难被识别出来的 我只能说 曹植 就是说 嗯 你 当然他是有联弩 他hold不住了 这个没办法 你他要是不突突张盒 他就没得打 就直接只能弃牌过 他也不可能去杀高顺 因为高顺的话 就人就跳了那个忠神 啊 反雷这个也没有逃 当然不知道反雷是真没逃 还是就是 也不觉得张盒是什么身份 呃 因为张盒和曹植他们是 就是七八位嘛 七八位恩怨嘛 然后 然后估计这个时候 曹植心里刷刷良刷良的 张盒又被吐吐死 郁闷离开了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装身份 就 真是很无奈啊 曹植他没有距离 真是很无奈啊 就完全被坑进去了 然后孙天还捅了曹植一刀 觉得曹植是反 当然盛盒的反贼怎么说呢 就直接去秒主就可以了 对这个时候把无蟹打出来 把身份跳回来 无蟹是一张装身份 以后跳身 跳回身份的神牌啊 是装完身份以后 跳回身份的神牌 如果有无蟹的话 就是特别好啊 好的 这个灵统直接把祝国课扒光 防止救援啊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 反内很可能秒主 就不会取差高顺了 一蒙 你可以把韩当和曹植地蒙一下 当然之前装身份的时候拼点 你就算拼赢了也不会出杀的 就用个尺点不大不小 对吧 直接一杀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桃了 就看能不能澳台出来 澳台也是没有桃的 这局比赛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真的就是很无奈的一句啊 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位置 六号位只要他懂得装身份 懂得怎么去装身份 我觉得这个曹植被坑进去 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 嗯 就算你没被坑进去 你基本上也没什么作为 嗯 这牌就是怎么说 就是典型的一种 只要你会装身份就是获得收益的局啊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这局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装身份 六号位 还是还是那句话 六号位就是影币位啊 嗯 把握好实际就能获得很大收益 就是简化局面回了比赛胜利 假如说 嗯 你不装你要是一根筋的话不装啊 曹植把你秒了 后面还有一个八位张所中 这个局面啊 是真真的是什么样还不好说呢 对不对 对吧 嗯 然后咱们再看一句 这局比赛主是要玩家要涅槃恶魔 六区玩家感觉他录像 孙权主公他出生在五号位的忠诚 啊 他这里面选件我 我我的推荐是首选波炎师啊 嗯 不电师肯定要远远比其他武将都要好啊 如果你非要选其他的就是 徐晃张和 当然就是他选了张和啊 但是他在我看来张和也就是一个60份选件 而不电师是可以达到 达到85分到90分的选件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比赛过程 嗯 通常下面来看的话 就会有点像内奸 大武将还不太好说 嗯 反正八号位的二张我个人觉得偏中 呃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28位去选二张当反对的 28位当28位的二张当反对一点用都没有啊 非常非常冷 在我看来非常坑了 没有用 圣权铁锁成路 啊 智恒没有智恒闪了 开一个难门 嗯可以 然后这个二张上来说主攻杀流鞋 你可以摸牌 在我看来这句话说了就等于跳板啊 在我看来说这句话就等于跳板 真的就是这样 忽悠嘛 然后主攻果然去杀流鞋 杀流鞋确实可以摸牌 咱们看一下游鞋的动作 游鞋直接闪了 大家注意啊 如果他是忠臣 他没他有他有手里有闪 他可以制衡另两张牌 他完全可以给孙权再制衡一次机会 那这一下一闪了 基本就是个反贼吧 啊 孙权乐流鞋也没有问题 好 嗯 流鞋没乐 看一下二张二张给流鞋固正是一个非常非常偏反的动作 如果是忠臣完全没有做做这这一下的必要啊 然后忠慧也切一张杀看起来很强内奸啊 谁也没有杀 二张又给固正 然后许玉去火攻孙权 孙权让你黑淘汰没有拍也是撬反的动作 嗯 然后到了主视角吧 看一下主视角怎么打的啊 他去偷孙权和流鞋 因为他是觉得流鞋肯定是反的 他去偷了一下流鞋 又偷了一下孙权 然后把这个 询医的盾忽悠给自己 就算 也算装了一下身份吧 跳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身份 嗯 曹章的话 之前南蛮是应该出出过沙吧 我看一下 曹章曹章 曹章南蛮时候出过沙 然后这个时候直接就是降池摸了三张牌 在我看来曹章也是一个非常内的动作 如果他是反雷的话 这么说 如果是反雷的话 南蛮是没有任何必要出沙的 曹章 曹章太子子高顺者武将 如果是反雷的话 南蛮没有任何出沙的必要 因为你就是要表反雷 你拿雪去换沙 这是非常值的一件事 他出沙在我看来也非常相对一件 那中慧也挺像内奸的 看看到底谁是内奸吧 好 这个去拼主啊 跳反 直接双杀 他应该是也属反雷人头已经多了 直接去拒那个八号位的二张 拒八号位的二张加孙权 然后看一下二张 还有乌仲 中慧直接给打呼吸啊 这个很奇怪啊 然后二张直接同主 二张也是反雷 那现在咱们重新梳理一下身份 游鞋上来的动作 咱们这么看 他就是个反雷 他要不是反雷 他没必要去不天命 让孙权换牌 然后他还吃个乐 这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他是二号位马上就动了 动了就是可以直接给孙权牌的 刘邪肯定是反雷 中慧是七张杀 谁还没做 循玉火攻孙权 然后就没做其他的动作 太子慈是跳的肯定是反雷 太子慈是拼点双杀了刘 双杀了孙权 这如果是忠诚装身份 这就太扯淡了 其实很简单 大家这么绕了一圈 这么想下来啊 而二张是在孙权马上要出牌的时候 去捅了孙权一刀 这么一圈看起来就 这个循玉的装身份 只有这种可能 因为循玉是火攻的孙权 而没有做任何动作 这排恰好是两个忠臣都装身份 把这个二张坑了进去 其实在我觉得二张你自己选项也坑了 对吧 你自己选项坑了 然后再加上人装身份就把你坑进去了 你说你选个名反 比如选个曹执什么的 好 这群玉装身份还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这个刘邪不把牌给 我就我还得说一下刘邪的问题 你不把牌给泰尔茨 这你你如果觉得看不清楚身份 这个泰尔茨是跳的最最反的一个 不反的不能再反的反了吧 你你这个牌是绝对应该给泰尔茨 怎么可能给循玉呢 这个给牌又给的非常有问题啊 然后这个 总会有开了一个南蛮看起来很像内奸啊 若是反贼的话 这个南蛮开的就很坑啊 然后杀巡玉 不知道他是内奸还是反贼啊 也许是 这个内奸就是想干巡玉 这个也有可能 挂联农九杀 巡玉吃桃 一个桃 还有没有桃 泰尔茨表示好 表示小内干的好 到底谁是小内啊 就村全补一张 看一下巡玉 过拆 拆手牌 决斗 再做二张 八号位二八位的二张在我看来就是白玩五张 真的一点用没有 去五村全 再做二张 二八位的二张反在我看来你还不如选个游进呢 真的 直接人头送主攻 啊 这这个在我看来这很正常 八号位二张反送三张牌人头非常正常 嗯 巡玉拿了一个无蟹无蟹到张盒 他可能觉得张盒是反 觉得曹璋是中产 曹璋也没有拿乐拿一张无蟹 我选曹璋也是内奸啊 这这这这这其实在我看来曹璋比重会更像内奸啊 那巡玉也是没有看出张盒装身份啊 那张盒去偷那张乐去吧 看看能不能偷到那张乐 好的啊 偷到这张乐啊 那就非常给力了 把曹璋乐住 因为这个时候内奸肯定要跳了 不管是谁先给他乐住 不管是不是内奸先给他乐住 内奸直接啊 这个不是不是不一定是内奸啊 就直接降时摸了三张牌 泰尔斯继续打主啊 这个全靠泰尔斯的输出啊 再统一刀孙权闪 然后可以再拼一下孙权 这个泰尔斯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遗啊 就是 做出了自己全部攻陷了 拆掉留鞋最后一张手牌 九杀 九杀泰尔斯应该是考虑带走泰尔斯啊 稳妥点 因为九杀留鞋的话不一定能带走 好的啊 其实这个这局 我觉得这个徐医的装身分是非常非常好 接锁一点 比较遗憾的是孙权的血线没有撑起来了 然后这个留鞋的兵还添路了 我那个去 他应该给个孙权去拼 操杖 然后操杖出了一个小点 出了一个三点 那操杖是内奸 中会是反贼啊 援主的中会反贼 哎呀 这个我真的是懒得在说什么了 你就看吧 大家看吧 就是全场白板 然后队友都死了 剩下一个人 就这样 这这一点都不奇怪啊 决斗留鞋 主攻一大堆手牌血线没有撑起来 这个非常非常遗憾 再捅一刀 看一下张和看一下张和这个规合 能不能有什么作为 能不能带走留鞋是很关键的 po一下 偷一下两个反贼 把一个刀一给孙权 好的 之前啊 这个 曹张这个蹲鞋终于蹲够了 开始输出了 看这回合能不能带走一个人 直接雷沙 流血去了 去收人头 然后顺便把群玉带走 可以吧 想群玉干嘛 群玉有八卦 估计孙权还不知道张和是那间 不是曹张是那间的 还以为曹张是忠臣的 不过这个时候如果曹张不能尽快的把这个张和灭掉啊 基本上还是主中营主中营啊 就是孙权和张和打中会和曹张 欢乐二位二这个绝对是五血孙权加张和占优啊 没有任何悬念啊 张和一会就把装备都控控走了 这俩人就只能在这打酱油啊 你就卸制中会啊 就不用搭理他 还有两个无中 写个距离 杀孙权 然后孙权状态起起来了 然后把这个距离都控好了 呃 反贼和内奸就都没有机会了啊 下距离 先下反雷距离啊 要拆顿不想拆 好 拆一下洗牌 这个孙权慢慢血回起来就很很稳了啊 真的很稳了 基本上真的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关门二位二也完全不是对手 顺一下 杀一下对 这个时候把曹章秒了就行了 不用关系是不是那间了 这会四票都撕不动了 四票也撕不动了啊 其实这局的问题出在流鞋的密罩 还有这个二张的选将 包括还有包括中会的选将 我觉得这盘反贼最值得表扬就是泰斯词啊 其他反贼都没什么值得表扬表扬的地方啊 当然内奸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内奸上ID或者摸三排过这很正常啊 这样的话真的可以快进了 没有什么拳电了 孙权状态已经回复起来 这根本不可能再打过了 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啊 因为这个所有人你们的装备只是一次性的 你就打一下就被这个张科扑走了 闪电什么都是浮云啊 闪电都是浮云啊 孙权这挂炎弩这个就仰状态可以了 孙权怎么把连弩支撑了 其实可以留连弩 然后的话就是 或者找寒冰也行 如果你不爱找寒冰 找到寒冰了 找到寒冰那就更简单了 如果你不爱找寒冰的话 就是拿连弩去一堆沙 先压水线 先压拳 先压到两拳 然后找机会直接一波带吧 其实中会托管就可以了 这没有任何机会啊 别说这还有个张合呢 就孙权一个人你已经打不过了 然后这个就直接带走了 我收到一个人头 嗯 然后今天的录像就做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